很多人都喜欢说,说乾隆把雍正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的改革全被毁了 这句话说实话,真的有道理 别的不说,其实在乾隆还没登基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了反对父亲雍正的迹象了 乾隆的童年可以说是非常的无聊 他父亲雍正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全都按在了书房里面学习 这个时候的乾隆也就才十多岁 就在小红历十五岁的那年,年庚瑶被刺刺进 十六岁那年,八阿哥九阿哥被圈进 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红石不明不白就死了 十八岁的时候,龙科多被囚禁致死 也就是说,在红历的年少时期 他皇家内部几乎是年年都在死人 这就让他非常的不满 雍正八年,小红历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 宽则得众论 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宽人才能够得到群众维护 这篇文章里,红历用非常直接的话说 一个人执政如果他刻薄严厉搞得大家都很害怕 那么即使社会稳定了又有什么用呢 虽然文章没有指名道姓 但显然,红历与父亲雍正的执政思路完全是相反的 等到红历登基之后成为乾隆皇帝 这个理论就被他彻底实践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雍正这位老母一辈子没有什么太大的污点 但是就有迷信的毛病,没事也就算卦 月中旗领兵出征之前 雍正还特意把将领的生辰八字全都要来 挨个算了一遍 就这么一个爱好,导致雍正一朝的祥瑞也特别多 什么成对的稻碎,得了百花病的鹿 长得像凤凰的鸟,年年往皇宫里送 等到雍正十三年,雍正刚宴起没过多久 乾隆就下了一道命令 那就是全面否定祥瑞这个东西 而且还特意下指说,祥瑞这个东西 我爸压根就不喜欢,也不信 过去允许你们送,那纯粹就是闹着玩 这老子身体还没凉透 就公开废除了父亲的爱好 很明显,乾隆就是要拿祥瑞开刀 告诉大家说这个风向要变了 新时代要来了 等到了十月初八,乾隆又下了一道指 说阿齐纳塞斯黑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他们的孩子那都是正儿八经 我爷爷康熙皇帝的后代 当时费勒同别的一家老小给开除踪迹 压根也不是我爸的意愿 全是这些王公大臣们逼的 你们现在好好商量一下 说这个老八老九的孩子们应该怎么办 大臣们一下是听傻了 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干脆把这些孩子重新纳入踪迹吧 乾隆一听就说 那既然咱们民主讨论通过了 那就这么办吧 没过几天 乾隆又把在雍正期间获罪的大臣全部释放 没过半年 又把皇族内被雍正圈禁的皇亲给放了 包括老十老十四 这边忙着放人 那边又废了他父亲雍正在位期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世身一体纳粮一体服役 这些明末的大地主像吸血鬼一样 一直不交税也不干活 到了雍正年间 通过一系列非常强硬的手段 才把他们勉强的给驯服 可乾隆一上来 就把这个特权又给还了回去 这还没完 雍正时期对贪污的定性非常严格 三百两以上就可以斩 可乾隆为了彰显新朝气象 直接下令说贪污一万两以下 只要遇到大赦 一样可以无罪释放 他这一番操作 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大的收获 我们之前就说过 雍正不像康熙 他不允许儿子们参与朝政 所以刚登基的时候 乾隆并没有自己的嫡系 他缺乏支持 而他赦免了这些罪神还有宗室 还重新给这些地主免税免摇曳的特权 这一下子就让乾隆拥有了广泛的支持 这个时候乾隆他才26岁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获得了他父亲雍正 13年都没有获得的声望和支持 但是这些行为对于雍正的伤害 那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些被放出来的人 肯定会大肆的批评雍正 攻击他的改革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间有那么多 关于雍正被刺客砍头的故事 不过乾隆的宽人治国很快就出了问题 全国的官僚司法系统 几乎是以他方的形式立刻垮掉 最终在乾隆13年 乾隆皇帝在政权稳固之后 彻底撕下了宽人的灭具 砍起人来是眼皮都不眨 不过这个时候 清朝在雍正年间形成的那点好风气 已经是彻底消失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乾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